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式计算的平保合理值 绿金所在云云平保独角兽之中 也占最大份量 绿金所终于启动上市 地点由两三年前在香港 一度说到本港加货创版 最后一面落湖美国 有中华中环banker直言 正面的看法可以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者 获得更高的估值 但故事的另一面 也可解构为绿金所根本不被内地当告 视为策略重要企业 否则的话 以现今美国监管风险 不断提升的大环境之下 内地当局对重要企业 或者绝不轻易放行 或者以现今的时势 在香港上市 先算是内地的重要企业 香港加货创版上市 就在内地眼中更重要的企业 奈何啦 蚂蚁走在最前 时间上就不容许 绿金所一等再等 因为第一对上一次私人融资的时间是2018年 正如来说上市的死线是2018年之后的两年 即是今年 第二红极一时的P2P贷款和互联网金融 对绿金所来说或者是个good old days 绿金所主打和起家从来都是P2P贷款 不过随着监管上的漏洞堵塞 意味着内地业界的持份者 没有实力的要走 有实力的就要收缩资产负债表 更加有实力的可能靠的是赚取微博的利潜 事实上去年金融时报也曾经报道过 绿金所由易收缩P2P的业务 改为主打消费贷款和理财 不要忘记民间贷款利率上限已经大减去到15.8% 监管的主线都意味 也可以照做 但是空间有限 更加不要忘记绿金所部分的贷款 是以提供平台挂单的性质 风险也都比较高 不论绿金所也好 马眼也好 同样说明几点 第一 有监管才可以上市 第二 上市之日已经代表行业的高增长已过 第三 内地当局从来又希望开拓互联网金融 但又不希望会影响到传统银行 时至今日 有关市场期待已久的绿金所终于上市的应用 对不起 拆局并不认同